嗨,大家好,我是姐姐 近期有网友发信息给我 让我在海外要当心愁华情绪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近期 疫情在海外爆发的比较严重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就拿这个疫情来大作文章 其实事实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本次疫情虽然是在中国爆发的 但是中国为了全世界疫情的防控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争取到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这是全武汉人民和全中国人民 付出巨大努力所换来的 前几天在加拿大的万景市 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本地西人在超市门口 骂一个华人说他携带病毒 虽然加拿大法律上 是不允许有种族歧视的 但实际生活中还是有的 特别是在发生这种巨大危机的时候 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种族歧视 或者是平时本地人在处理一些事情上 看到我们是外国人就刁难我们 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的话 我们中国人大部分人还是会跟他们讲道理的 因为你越是不讲忍气吞声的 那他们可能就是觉得你好欺负 你如果跟他讲道理了 说他了 那他下次他自己也会注意了 不过我待在加拿大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暂时还没有碰到过很明显的 这个种族歧视的事情 那可能是因为呢 我平时住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爱德华王子岛 如果了解加拿大的朋友呢 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呢 比较偏 经济的不发达 那我们岛上的大部分本地人都比较淳朴 他们对于外族啊 不光是华族 他们对于各个外族都比较热情 比较善良 说到这个种族歧视的事呢 那有一件事啊 我想聊一聊 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去了一次多伦多办事情 住在一个酒店里 住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 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呢 我就认识了那个酒店的那个服务员 这呢 是一个俄罗斯移民过来的大妈 那我们有时候呢 就打打招呼聊聊天 那有一天啊 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 他就跟我闲聊说 我们酒店的那烤面包鸡啊 是中国生产的 而且呢 我们酒店呢 他说有很多很多厨房的用具 都是中国生产的 我知道他可能就是过来 套套近乎聊聊天的 但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西人 就是白人 他走过来一南的 他说 中国的东西都很便宜 这个时候呢 周围其他人呢 没有任何反应 大家都像没听见一样 那我当时听了之后呢 我也知道 这个中国生产的很多东西啊 都是以这个 低廉价的劳动力取胜的 是比较便宜 这是事实啊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他当时 但是过了一会儿呢 这个服务员大妈呢 就过来跟我打招呼了 他跟我说 他不是存心提起这个烤面包机的事情的 而且呢 说中国东西便宜呢 也不是他说的 他说啊 希望我呢 不要去酒店投诉他 那我心里在想 这个事情 是属于种族歧视是需要投诉的吗 我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反应 但是呢 人家说我们的面包机便宜 但是因为中国卖到国外的东西确实便宜 我也无力去反驳他 后来这个事情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网友们 你们觉得这算种族歧视吗 那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呢 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 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